天已经黑下来了 今天特意在黑夜的时候 出来给大家拍一下 看看这个城市 是不是我们说的鬼城 远处的这些高层是才盖起的 这些高层还没有卖完 也没有人装修 一个灯光都没有 挺吓人的 底下黑乎乎的这一片 其实是高尔夫球场 白天的时候非常的漂亮 那晚上了就啥也看不见了 这边呢是我们的居民小区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间灯亮的还不算多 因为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 还有很多人呀 都在外面跳广场舞 还没有回到家里 如果是再晚一点的话呢 灯光应该会比这个还再多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座城市 并不像他们说的 真的是一个鬼城 我觉得居住力还是可以的 大家好 我是老王 下午的时间啊 我带大家看了一下高尔夫 这个小区的情况 天黑以后呢 我又特意出来拍一下 晚上灯光的情况 看一看这个小区和菜市场的 租住率 然后看一看 这边的人生活真的像不像是大家说的鬼城 这会儿呀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我现在呢 是在小区楼下500米的一个菜市场 在这里给大家拍的这个视频 菜市场的人也基本上撤完了 天黑了 那现在呢 我再看看还有什么逛头 在这个小区的楼下就有一个广场舞的点 这个点啊 是临近菜市场的啊 哎呀 他们跳的是扇子舞 跳的可好了 真心的羡慕他们的老年生活 白天出去转悠旅游 晚上就跳舞 永问河的桥上 这里刚好是一个小的十字路口 临近菜市场 在这会儿晚上的时候啊 这个汽车也是一辆接一辆 这条路向前走500米 就到我刚才介绍的小区了 看了今天的介绍 你觉得这里是鬼城吗 可以在评论区评论 别忘了点赞加个关注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明天再聊 拜拜